蛋液均勻打散 淋在煎台放上蚵仔青菜 台湾人公認夜市经典小吃 蚵仔煎对港澳人士来说 可不这么认为 那些味道就是 非常符合我们旁边的口味 我觉得那些醬油本身 也没有很好吃 所以加起来就难吃 不止甜酱和蚵仔煎搭配怪 港澳人士还说 这不就只是粉 将几片叶子烙在一起 因为有些客人很怕 那个面皮会吃起来螺 所以我们特别坚催一点 不符合港澳饮食习惯 上榜的还有猪血糕 撒上笔杆花生 也磨成的粉 涂厚厚一层 加以搭配的酱料 吃起来就很Q 然后很古早味 花生粉特别的香 如果年轻人们喜欢吃辣的话 再加一点辣的 虽然台湾人可以爱这味 下午就大排长龙 但港澳人认为猪血糕 蒸完变成又干又无味的 花生糯米 但业者认为误会大了 这个是纯手工去做的 所以口感会比外面那种机器做的 还不一样 口感会比较好 也比较扎实 除了煮血糕排第三 港澳人不懂的美食 第二名是争霸丸 外皮口感被评为 跟鼻涕没分别 酱汁味也压过肉味 不知道在吃什么 排行第一的棺材伴 还开玩笑说 吃完就睡棺材 但如果真的要推荐 台湾美食 这项港澳人很喜欢 喜欢台湾的商场 因为是其他地方没有的 然后台湾商场也是味道是OK的 2月20开放港澳自由行 港澳网友们认真做功课 排出十大壁垒美食 就是要让来台湾的游客 能享受台湾驾港的美食 在内新闻中之外 罗派友与台北采访报道